范云怎么观察 对 我想就是说军事方面绝对是说 就是要不能示对方不来 要示我们有以待之 那绝对是要假设就是说 中国可能随时都会侵台 那我们的军事跟战力跟美国这两个 就是说美中之间彼此等于是在叫战这个部分 那回来讲就是说今天的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 到底英国就是说 是不是这五年内会承认台湾主权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的解读要正确 第一个就是说英国不是一个我们很可以相信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它自己这个脱欧的部分 就已经搞得一个头两个大了 再加上疫情对他们的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这个消息的来源 这个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右派的一个Tablo 也就是说常常有谣言的小报 我觉得不如把它当成是说 这其实是一个放消息 为什么 你如果仔细去读它的内容的话 它谈到就是说要中国不要这么做 其实也是一个威胁 因为事实上英国可以做的有两个可能性 它最可能做的其实是经济的制裁 另外一个就是说把台湾拿来当作 就是说对中国的一个威胁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它经济的制裁 是不是没有办法那么能做出来 所以放一个话就是说 有可能承认台湾的主权 那对中国的就是说做一个喊话 那事实上就是如果各位有看到这两天 就是说BBC里面放谈谈到的就是说 七个前英国的外交大将 去呼吁Boris Johnson 应该要形成一个全球的一个联盟 Global Alliance 我觉得那才是比较符合它现在的情况 为什么 就像刚刚汪浩有讲到就是说 英国在第一个时间点 因为英国对这个对英国的面子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中英联合声明 这是它这个一个前殖民大国的一个重要 跟中国签订的东西还在联合国有注册 那中国随随便便就不把它当一回事 所以英国一定要表达态度 所以它表达对它的这个过去的殖民这个子国 讲到就是说你只要拥有这个英国的海外护照 我就可以延长你的居住等等 那可是中国马上就在礼拜五就是说 我一定会对你做出威胁 所以这七个前外交大将 Jobory Johnson要形成一个全球的联盟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一个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对抗 你要形成一个全球的联盟 这跟川普就非常的不一样 川普一个国家自己就杀出来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 对英国要观察 因为比较有可能对台湾友善的支持 反而是他在实质的一个国际组织这方面 支持我们参与 这会比他承认我们的外交 就台湾的主权是更容易的嘛 我觉得值得观察是说 他对台湾的国际组织的参与 会有怎么样程度的一个支持 那我也想呼应刚刚谈到的一个国际组织的部分 就是说 因为现在川普讲到 就是说不要再参加WHO 那大家讨论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平台 我们陈时中部长也会讲到说 我们也会去参与 我会觉得大家要慢慢放掉 就是把联合国看得这么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联合国其实中国就是有一个否决权 那我自己过去在担任我们的妇女议题 无人所纳使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NGO的身份 而且是要国际NGO帮我们去开外面的平行论坛 那事实上那是我们最后才可能达标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拥有否决权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要对这一块期待这么高 全民认为我们外交资源要放在这 我们其实应该要去放到其他的议题导向 这两天唐凤也有讲 就是说议题导向不以国家政府为主的 甚至区域型的组织 这个部分我们放更多的外交资源跟期待 那全民太把这个联合国放在我们的一个 好像就是说最重要组织的时候 你其实会忽略了其他我们更应该去努力的一些 国际组织跟区域型的组织 还有议题导向 就是说不是以政府为单位 而是以就是说其他的身份 台湾更可以发挥的 那这部分可能会是台湾比较早有突破的 国际组织的参与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